社会四个都有文章 同样是爱心观众的新闻 为了帮助这位家庭困苦的新姓 弘近国庭学长李明给对我来求助 包括家庭会 教育会 广议员李 Knight有电源代表 这样子的境况真的是太辛苦了 我就赶快紧急寻求各方面资源的一个帮助 当年国庄校友会在理事长里进行的合照之下 无款的关注学生希望他能安心来讨识 所有的校委会们唯一担心就是在影响到他读书就学的费用 所以今天所有校委会我们就有一笔专款 能够让他在读书国中高中大学这段期间的教学期间 先不用担心这个费用 所以今天校委会把剩余的目的的款项十余万 十来万的款项希望说成立一个专户 保障这个学生的旧学无语 希望说陆陆续续也有在他们生活资助方面 也有我们相关的人士社会人士 向去做协助 除了帮助学生讨识 让他没有效果只要以我 让他也孙九回家的主缆 照顾学生重病的爸爸 让行动不病的阿嬷可以安心来照顾孩子 因为他们家是什么资格都不符合的 所以领不到很多 对,有没有低收,有没有中低收 然后爸爸年纪又很轻 所以什么一些的补助 一些的什么的资源他都拿不到 所以他只能靠民间 只能靠这些民间的爱心来帮助他们 我们可以做第一件事情 因为他现在是24小时需要人家照顾 先第一个步骤 今年已经12月份了 先申请长照1966的传席服务 先让他到机构去24小时 他只要几千块钱就够了 因为我们是一般户16% 所以我们只要花了几千块钱 这个月就住过都不用花钱 好听你给学生的阿嬷非常感谢国家的爱心 让他们的生活和体育都暂时不用烦恼 未来好友会会持续来关怀这个家庭 提供需要的帮助 继续欢迎观察方报道